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不少小伙伴对于567第二季最强发行师都是非常了解的 而在已经播出的剧情中 梅花13的姐姐梅花11出现了 而她这次出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刺杀567 相信看过剧情的小伙伴都知道 她目标明显是梅花13 而这个剧情也是让大家非常想不通的 根据梅花13所说的 梅花11所使用的是飞两门的独门绝技 所以按照这个情况来分析的话 现在梅花13很有可能已经被梅花大侠所抛弃 相信比较关注现节的小伙伴都知道 R7的《魔刀千刃》上的花纹 与梅花13师傅武器上的花纹十分相似 因此大家也曾有过很多猜想 但最后都因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而选择放弃了 因此也有不少小伙伴认为 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隐藏的伏笔 只是一个巧合罢了 但是没有想到在第二季的剧情中 那个神秘的花纹又再次出现在大家眼中 并且这次是出现在梅花13的户外上 而这种类似于《魔刀千刃》的花纹 或许有很大的可能 或是飞鸟门和七组织的标志 这也证明了它们之间或许有某种渊源 而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